新建的这次发射到底是算成功还是失败呢 先把你的答案打上公平 我觉得成败之分主要是看炸的这枚火箭是谁加的 如果是像NASA这样的政府机构炸了火箭就是一种失败 但如果是像SpaceX这样的商业公司炸了火箭 那可能就得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了 为什么 因为通常来说政府机构为了建立自己的信任感 是几乎不允许失败的 于是为了这样的追求 他们就毫不吝惜时间和金钱 就拿前段时间虽几经周折 但追踪也是成功上天的SLS太空发射系统火箭来举例 NASA就采用了非常保守的线性设计方法 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和长达十年的时间 才成功实现了首飞 这里面其实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都是花在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和分析会上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在第一次飞行之前 找出所有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故障 以保证自己不会在公众面前出丑 因为这样的出丑代价往往是巨额的经济损失 如果再涉及到一点的人员伤亡 那就更是无法交差了 而反过来私人航天公司就没有这样的压力了 他们反而还需要一些失败 因为坐在会议室里面讨论 火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一种方法 而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将火箭开发到足够好的状态之后 就开始让它飞行了 因为飞行才是火箭的追踪状态 自然也是测试它的最好状态了 这样你才能够提供出最有价值的真实的数据 而不是那些理论上的故障 于是你必须就要接受一些失败 并且拿着这些失败去找到问题 修复问题 不断的逼近成功 实际上SpaceX是给自己的失败留下了不少的空间的 因为它已经建造了三枚几乎可以飞行的超级重心火箭 而且SpaceX可以在NASA建造一枚SLS火箭的时间内 建造十枚超级重心火箭的第一集 所以如果前五枚都失败 但接下来的五次都成功了 那你觉得哪一种结果会更好呢 咱们再展开一下 如果在两三年之后 SpaceX正在发射和着陆十几枚或者是更多的超级重心火箭 而NASA的方法只允许它每年进行一次发射 对比之下又是哪个更好呢 所以我对这次星舰发射的看法是 它当然是成功的 虽然它最后的确是爆炸了 但SpaceX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它很快又将再次起飞星舰时代开始了 火星移民真的是不远了 好 跨完之后 我们也要来吐槽一下这次的测试 最大的槽点送给星舰的第零级 也就是它的发射底座与其相关的设施了 咱们来看这几个相当令人震撼的画面 首先是发射底座在发射之后 缠不忍睹的照片 混凝土分崩离析 只留下了里面缠破的钢筋 原本平坦的地面 已经被33台猛轻发动机喷出的烈焰 给烧出了一个陨石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Elon Musk坚持不挖导流槽 他觉得咱用的这水泥多好 挖个导流槽多费事 里面还要装上需要经常更换的导流板 多贵 最重要的是 我这星舰是要在火星上起降的 到了火星 难道也要搞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吗 所以咱们从源头上就把它给毙了 不可以吗 这次的测试告诉他呢 不可以 实际上他之前就已经有所担心了 还发了个推说 我们刻意不用导流槽的想法 也许会被证明是个错误 的确 这次证明了 估计他得铁了心的 要改了吧 另外一些画面告诉我们这些缺失的水泥块 都到哪去了 你看这些被抛到几十 甚至上百米的高空当中了 然后这看到海面上溅起来的水花了没有 同样代表水泥块被射到了100多米以外的海面上 还有这个镜头 架设在发射架附近的摄像机捕捉到了 其中的一个水泥块 击中这辆汽车的瞬间 撞击力度实属不轻啊 并且同样还有很多的碎块从摄像机的正前方飞过去 当然这些都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飞舰的碎块没有朝外走 而是往里撞的情况了 我们可以看到 33台猛禽其实在一开始就有三台是没有工作的 所以就很值得怀疑 是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被发射架的水泥碎块给撞坏了呢 再接着啊 星舰在一路上升当中呢 又有几台发动机发生了故障 直接导致没法达到一二级分离的标准 所以有可能啊 有些发动机或者是液压管路 尽管在发射的时候没有被毁 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伤 才会在巨大的工作负荷之下 撂条子不干了 当然这些都是假设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相信SpaceX肯定会深刻反思的 总之 咱们呢就期待着这枚怪兽的再一次起飞就好了